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7日 星期五 今節繼續John Connor 跟大家講國際新聞 這一節也跟軍事有關 今天可能幾節也跟軍事相關 也希望大家 其實我也知道我們的聽眾 就是 軍事常識 開始慢慢提升了 軍事常識我們也不是什麼軍事節目 也不是要去 介紹武器的型號 因為我們不是賣號賣武器 所以也沒有辦法那麼熟悉每一種武器的型號 但是作為一種自衛的手段 作為一種生存的技巧 其實 基本的軍事常識 基本的軍事 的知識是很需要的 就算不是拿來參軍 就算可能是面對著暴徒的襲擊 面對著恐怖分子的襲擊 其實軍事常識也很可能就是 成為你 生存下去的技巧 當然香港就是真的有實際的需要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慢慢擴闊視野 其實軍事常識到最後 真的是常識來的 西方的教育跟香港很不同 例如英國 最簡單 其實他們就是對於所謂外展 是相當之 重視 香港也有所謂外展訓練 就是帶你們的 學生 可能就是出去 去Camp 做一些同軍的事情 可能去紮營 可能去行山 登山 香港就是要大廢周章 可能要自己有興趣再去報外展課程 才會做這些事情 但是實際上在英國 這些事情 對於學生來說 全部都是ABCDE 根本學校就是極度主張你出去 全人發展 外展 所以對於外國人來說 你要叫他扔他上山 行山 和紮營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跟生活的一部分 沒有分別 所以當一件事 生活化 變成了習慣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甚麼特別 其實2019年 大家都知道 對於 在前線要極速戴上豬嘴 口罩戴頭盔 對於很多人來說 已經成為了 生活的一部分 做的動作非常非常快 香港人訓練了知道如何防禦 這個橡膠子彈 其實 雖然是真槍 當然不可以用遮掩去擋 但是 要避開橡膠子彈 理論上 跟避開被人用真槍射擊 那個就是相當接近 不外乎也是找障礙物擋住 所以這些就是所謂的軍事常識 這節要說 跟軍事也有關係 不過 級數高很多 這個就是澳洲 澳洲的媒體報導 如果台海爆發戰爭 澳洲也忍不住要搶一腳 澳洲就說要根據太平洋 安保條約 支持美國 協防台灣 換句話說 連澳洲也表態 假若台海發生任何問題 澳洲也會支援 詳細跟大家說報道內容 以及分析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 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用Google戶口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以上動作全部都是兩個頻道 一起做 希望大家繼續 點擊廣告 用無限loop大法 播放節目清單 謝謝大家支持 近期澳洲越來越勇猛 較早之前 SAS就說要把中國 衝突 要正式研究 因為 中國大陸 其實就是在做 所謂灰色地帶戰略 灰色地帶戰爭 根本在做的事就是 戰爭前期會做的事 包括網上攻擊 攻擊你的系統 然後派大量的人和間諜 滲透你的國家 每一件事就是為了 必要的時候 開戰的時候 做好準備 而西方國家對於 中國大陸的這種 侵略的防範 是非常之鬆懈 幸好就是因為這個 人權的事件 還有這個就是武漢肺炎的事件 一下子 令到全世界 就是覺醒 澳洲也是最早 要求要調查這個武漢肺炎 的國家 最新的消息就是 澳洲 中國大陸要跟他 停止任何的交流 這個就是 Tony應該會說的 我不會再說這部分 我要說的是澳洲的金融時報的報導 澳洲的金融時報報導說 假如台灣 台海發生戰爭 澳洲可能需要履行 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 英文就是 numbers A.N.Z.U.S. boleh Avensus appelle rauen 美國 協防 台灣 這c 標題就是 澳洲需要緊防 台灣海峽 的戰爭 文章指出他就說中國就是 缺乏針對 台灣 發動兩棲攻擊所需的海軍 派動兩棲攻擊所需的海軍 bound硬體 換句話說 軍艦的數量未必足夠 短期內可能就不會全面開戰 但是中國就會繼續 以這個未達戰爭狀態的灰色地帶 昨天也說過灰色地帶作戰 繼續在這個灰色地帶的範圍裏面 繼續採取進攻 以及繼續推向這個正式的軍事衝突的邊緣 例如現在共軍的飛機不斷飛過台海 不斷飛過台海中線 然後令到國軍疲於奔命 要招呼他 早前也解釋過 如果台灣 空防的飛機你不預早起飛的話 到對方發動攻擊的時候 你就已經處於一個絕對的劣勢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當對方的飛機在中國大陸 飛過台海的時候 其實 在幾分鐘之內 台灣的戰機就已經需要升空了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尤其是到了最新銳 最先進的飛機 全部都是超音速的飛機 大家可以算一下 雖然就是有100多公里的範圍 很可能 從預警 雷達發現到 再預備起飛 可能只有10分鐘左右的時間 甚至乎可能還要再短一點 所以這個世界最先進的 基本上就是空戰 所有最精銳的科技 基本上就放在這些 海空戰爭裏面 海空戰爭基本上就是 將全世界最精銳 最先進的科技 結晶就放在那裏 繼續說回那個 文章說甚麼 說在戰略上 中國 就是試圖逼使美國退出西太平洋 我們下一節也會再說 中國大陸想向太平洋擴張 意圖相當明顯 所以中國大陸面對著你想入侵太平洋 向太平洋擴張 你一定要面對的 就是這個所謂的第一島鏈 第一島鏈就是奧巴馬時代 說的 雖然是奧巴馬說的 但是戰略上這個也是正確的 第一島鏈就是包括台灣和日本 在內 就是用一條鏈 把中國大陸在 這個範圍裡面困住 社論也說到了 澳洲雖然 本來就是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但是澳洲政府就已經表明了 假如美國是要抵抗中國 以及協防台灣 澳洲就會提供支援 換句話說 如果台海爆發戰爭 澳洲就會履行 1951年簽訂的 太平洋安全 保障條約 會出兵支援美國 如果放任中國大陸 出兵不管 使得台灣 孤立無援 的話 對於澳洲來說 也會造成戰略上面的災難 換句話說 澳洲也說得了 台灣 是澳洲的盟友 也是戰略上面的 一個重要的據點 澳洲的國防部長 上個月的時候 也是在 傳媒訪問的時候 說澳洲就不應該低估 跟中國大陸 因為台灣問題 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這個國防部說的話 跟早前SAS 指揮官說的話 相當接近 換句話說 澳洲的 所謂 軍方 其實已經 監視了中國大陸 其實我們這個也不難理解 其實我們也有 網友就是在澳洲當兵 其實當日很多 去了澳洲的朋友 有一部分可能是當兵的朋友 已經看到黑警這樣對香港人已經是相當不滿 其實他們當時已經打算 坐飛機回香港 幫香港人對付黑警 所以 澳洲的軍方 澳洲的軍人有這樣的取態 其實一點也不難理解 所以從國際局勢去看 香港人的盟友 相當之多 尤其是中共的敵人 基本上 除了很少數 基本上一定就是我們的盟友 所以如果大家屈指一掃 你的盟友的實力 非常非常之強 美國雖然現在是古靈精怪 但是你數一下英國 日本 澳洲 沒有一個地方是差的 我們還有台灣做盟友 我們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 拜託 拜託